在第一局上半场有棉阵 这边皮皮的话 搬掉了机械先知啊 打一个破轮 怎么说呢 我觉得破轮没必要这么早拿出来 他手上面有一手厉害的雕刻家和邦邦的 甚至我觉得他打个邦邦 保平真胜都挺好的 就是先上来对吧 第一手稳着来 因为加的求生者最近的状态其实挺顶的 所以说他们是 皮皮是可以以一个保平真胜的一个姿态来打 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 然后呢队友也是以一个保平真胜的一个死路者来打 就是能真胜当然是最好 这样的话把这个局势往后慢慢的拖 越拖到后面 其实我觉得加的一个迎面会越大 你上来拼呢 万一这里上来被打一个多跑 因为破轮这个角色就是你前期滚的好了 对吧 那你抓的快 你前期要是没滚好 抓的慢了 万一被穷者占据交枪 但这边这把枪交完点威上面来讲的话 拉不了了 因为这个阵容是没有祭司的 有祭司看错了 不好意思 把先知给搬了 不好意思我傻了 有祭司的话 这边看有没有祭司的洞 这要躲一尺闪现 闪现的CD还有10秒钟 需要祭司的洞 需要祭司的洞 洞在哪里 洞洞洞 我要洞 我要洞 没有洞闪现一刀 没有洞闪现一刀的话 哎呦 闪现还省着 那这个机子 速度偏慢了 因为外面三个人修的偏慢 这里是滚一手 找佣兵 先滚一手 然后过去把这个人给挂上 这手滚 还有可能是防前锋的状吧 因为当时有耳鸣 怕前锋从那个后面的一个位置绕过来 或者说从哪个角落撞过来什么的 这个击倒时间还是挺快的 这个击倒时间还是挺快的 那么也就证明对吧 皮皮就自己的这个角色有信心了 这样的话 这个局是一个宝瓶真胜面 大老师的话 毫不吝啬自己的一个对吧 这个判断 上来就直接给了48%的一个四抓率 这里一波穿 但是呢 这个局还有一个变数 什么呢 前锋 这个局是有变数的 因为皮皮带的是个闪现 所以说前锋还有机会可以发挥 如果前锋发挥的好 这个局我觉得 还有的打 还有的打 但一定要发挥啊 前锋不发挥 我觉得不好打的 外面祭司有刺 这优兵有刺 我们看一下前锋来了 来小镜头看一下前锋 不距离有点远 距离有点远 这边尽可能拉到死角 前锋这边往前赶 他好像是去修机的 他并不是准备去那个撞的 可能要撞的话也是一波撞就 或者说卡了到一个比较极限的血线 再一波救 救完以后再来保呢 就比较难保了 这个局我觉得 反而是皮皮打的比较的勇 然后这边插肉的求生者打的比较求恶 这个跟我的想法不太一致 我本来觉得因为 怎么说呢 从状态上来看 加尔的状态 其实要比插肉好一点的 然后我觉得插肉可能会打的勇一点 然后皮皮可能会打的稳一点 但结果是恰恰相反 这边插肉打的相对来说比较求稳 然后皮皮这边的话 从这个选角就可以看得出来 打的比较的偏激进的 祭司拉大豆 跟佣兵两个人补状态拔刺 前锋的话远远的可以稍微压一手吧 那这波前锋估计撞都不一定会撞 就准备去保平了 但这种局你要不打的激进一点 其实一旦这边空军被淘汰了 皮皮这边过来压机子 慢慢的打他手里面还有一手底牌 其实我觉得皮皮还是会更有机会一点 因为前锋你至少这边 把那个闪现给逼出来 对吧 这样的话这一轮等于说皮皮的闪现 到现在还没交 那他这边的话 如果说能够利用一个戏谑 然后滚一轮刺戏谑 然后再加闪现一刀 带走一个 这把还有机会能四转 这把还有机会能四转 要这样 这边刺拔上开车赶紧走 上车好的 这波上车满断皮皮节奏 他是悲观把人抱下来了 悲观把人抱下来了 这个细节我还是不知道的 破轮打的不多 原来这边悲观是可以把车上面的人给炸下来的 机子差三台 一台祭司的能量掉 外面三台遗产都将近过半 一个刺扎到前锋 但是傭兵的话现在是既没道具又没血 然后这里前锋拉球 我这边当着你的面切形态 要不要切 不切 觉得你那边的机子已经修掉了 我就算切形态闪现一刀 我击倒了这个前锋也不会干尔到外面的密码机 那我这边的话就亏 他这边想要压住一台机子 压住一台机子的话 祭司这边先慢慢的蹭嘛 他可能会打一个洞 然后这边慢慢的蹭机子 然后跟这边的那个破轮慢慢的绕 前锋佣兵的话 我觉得现在抢机子之余 特别是佣兵这个点位最好 哎呦直接是压死了 最好是去翻个箱子什么的 他需要一波道具 这个局想要盘平或者想要盘一 都需要有一些道具 防什么呢 防皮皮这边的一个瞬间爆炸 就是我这边如果找到佣兵 瞬间爆炸 你这个局就是一个四抓 他需要有一些东西 能扛住这边皮皮的一波 瞬间的偷袭 这边一刀带走 前锋撞不撞 不撞 这把北离的前锋 有一说一打得这么冷静吗 就一点都不撞 我的球单纯就用来位移 这样的话 这佣兵没了 这佣兵没了 一次滚到 然后你下去 我下去到你脸上 这边其实哎对可以往回滚 往回滚啊 这祭司上话飞 听到这边的机子差一点点 一个戏血悲观带走了 不过这边戏血悲观带走以后呢 他可能要闪迁 因为前锋这边还有一小段球 再一个动 哎不让你悲观 爆 爆完 闪现前 金身 好吧 切金身也行 也行差不多 反正机子 可能也已经差不多好了 也没有机会 就是我切个 我闪现用了 也没有技能用了 切金身嘛 也一样啊 差不多 这边机子应该直接亮了 两人在场的 哎 戏血 悲观CT差一点点 前锋这边赶紧补 皮皮这边上来守机子 前锋的话 这边97% 能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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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的 刚好 嗯 四抓的话 有机会 四抓的话还是有机会 这边得拔刺 对 优秘得拔刺 拔完刺 这边要看前锋 前锋最好带走 不要倒在这个门 前锋最好带走 这里的话有一小段球 能不能躲掉这个戏穴 没能躲掉 没能躲掉的话 这边悲观 想还留着这个悲观 这个悲观 我要交给这个傭兵用 因为悲观的CT是32秒 所以我这边如果交给了前锋 对吧 这 他这边的话因为直接一个刺 然后一个悲观 就直接可以收掉这个傭兵了 这波安排 哎 上车没有用 来 你上车 再悲观 他这个悲观 刚才不是可以把人抱下来的吗 对啊 他为什么等车开了以后 再去用这个悲观啊 这波没有想通啊 因为你留更多的时间 就是给这边前锋交自己自己的一个时间呀 怕他再上去 他上不去的呀 他这个悲观吃到以后 他的状态是一个那个 就倒地状态 倒地状态是不能上去的 不能那个用那个载具的 也有可能 我也觉得他可能是想看一下 把夹子放在路中间 能不能把这个人给夹下来吧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玩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这把确实皮皮打得很好 然后球者这边的话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过于球稳了 有一点点过于球稳了 特别前锋这边的话 打的就是完全就是上来就奔着宝瓶去 还有一个比他更组区 对 0 22 24 23 24 24 23 27 23 29